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天农历是11月28 好 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 你好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 请师傅稍等一下 我把电话给师兄 对不起师傅 好 师傅你好 感恩关心 感恩师傅 师傅 我今天帮一个同修读一个分享 是一个新同修 师傅您听一下 他说世界是这样的 今年的8月7日 是他头部左寸的突然抽痛 冷了三天 冷不住了 8月12日 他去医院看神经那颗三串门诊 还做了头部的核磁共振检查 没有找到任何问题 医生就以神经痛 帮他配了营养神经的药及止痛药 在头痛之间 他坚持每天念经 念经文组合 念白话佛法 8月12日 正好第六春念完 他把这群里送读的第六册的功德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他并帮他消除头部的抽痛 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台长了 梦里好像在参加反会很多人 台长走上台讲话 所有的话筒不想 他就过去拿了话筒给台长 台长左手接话筒 右手放在他的头顶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 他问了师兄 这问题是不是台长帮他加持 然后奇迹出现了 头部的抽痛明显减 8月15日 头部发现三粒水动 又去医院看皮肤科专家 头抽痛的原因终于找到 是带状炮症 他就一边服药治疗 一边念经 念小房子念白话佛法放生 奇迹再继续 8月17日在医院 遇到一位素不相似的热新人 把他带去明镜 看高手手指放血 当天晚上又闷见卢台长 他说台长笑着跟他说 我再帮你加持一下 右手又放在他的头顶 还问他开不开心 他说开心 台长说你要好好学佛念经 他说好的 台长又说了 你明天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 突然他就头部的抽痛症 已经消失 那带着炮症也消退了 太神奇了 经理法门的念经 念经文组合 放生 念白话佛法 四大法宝 都是灵验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就会中难管达 灵感关系 心口上摩傻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卢台长 他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念基学佛 师父的法声 师父的法声很厉害 哇 师父太厉害了 他很开心 他一定稍让我在节目里 帮他分享一下 让大家都能受益 他因为心佛 也请师父教持他 好 叫他好好地坚持 促使心最难 心佛有吗 开始的时候都激动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 到时间长了就游了呀 明白了吗 好的 好 师父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同修说他闷到 同修闷到另一个同修 身上有雷性 然后孟宁的说这个同修还有一个弟弟 灵性的让他变得很坏 好像有企划性的要害人 因为灵性在生 有段时间的 他说买了共画共画 就不敢共苦杀 孟宁还觉得同修有段时间就是走偏了 后来醒悟同修就一直在忏悔 他请师父解闷 他说他现实是没有弟弟的 没有弟弟吗 就是打胎的呀 他妈妈打胎的孩子呀 来找他的呀 那师父这个他需要大家几张小房子 像这个 像这个一般是21张 但是像他这个不行 他至少49张以上 好的 那那个灵性呢 说他用一个灵性带生 那个灵性需要小房子吗 另外的 灵性加起来68张吧 68张 好的 那陈布斯写他的药金者是吗 前面可以写他的 他的哥哥是吧 他没哥哥的呀 他弟弟 对他没有弟弟 就写他的药金者 药金者吧 药金者 不要写灵性 写药金者 好的 你们大家记住啊 不能写灵性的 要写药金者 好的 好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师父 就是上一周 就是不是这一周 就上一周联谊会 有个同修 就是请教师父 关于卖房子的事情 结果他周一周卖掉了 他也非常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 他很开心 看见吗 我跟你讲过了 师父加持的事情 快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 然后师父他现在忘记 说他刚许愿的第二波 卖房子的 那个房子的药金者 他就怎么写 因为说房子已经卖掉了 没关系的 要要念的 要念的 那还是写他名字 房子要 对 因为你要记住 房子刚刚卖掉的话 有的时候还会有反悔啊 还会有纠葛啊 也是的 因为你许过的愿 等于提早兑换了 兑现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不能说 因为你拿了信用卡的钱 你用了 你就不还了 还是要还的呀 好 感恩师父开始 还有师父 这个梦一天长 同修说 他闷到带一个女同修 梦一时论时的 去找一位法师出家 到的时候呢 世约已经歪门了 而且要票才能进 就是找到另一个开门人 心底之中 竟然想不起 是法师的名字 只是跟他说 就是从某某地 梦一记得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回来的法师 然后呢 这个看得能听说 要找这位法师 说不用票 就放同修进去 在一间大殿 你看到很多和尚 同修恭敬 对每位出家师父核实 突然发现 要找的那位师父 带着他的徒弟 离开了大殿 他就赶紧追溯去 镜头一墙在另一个房间 还没开口告诉法师 梦一另外女同修想出家 那位法师就对 做梦同修说 出家吧 接着法师 把做梦同修的手指 放在他的层边 开始念很小 很小声念咒语 感觉他在把心咒 传给做梦同修 可同修一句也买听听 然后法师说 我已经和菩萨取了 让你出家的大愿 希望你让我完成 我的愿望 梦你同修 非诸想再怎么回答 甭想说 让我考虑考虑 但是转念一想 就直接对法师讲 我是有师父的 这是梦醒了 你脑子里觉得法师的法号是残忍 还冒充菩萨都有的 跟你讲话 他们都可以做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 他说这个梦 是不是就是考他 就是一门精进啊 考验他 是啊 考验他一门精进啊 嗯 是真的 嗯 嗯 好的 好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 还有就是 我有一段 就是今年的年初 有闷到师父 陪陪我的后见 跟我讲 不要害怕 然后我当初也没有 很注重这个闷景 我以为是师父 给我加持了 接下来我就 三个月内接二两三 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想师父 是不是告诉你是 给我一种提示啊 对啊 叫你不要害怕 就是叫你要勇于克服呀 勇于 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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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个克服困难的决心呀 啊 我当时也没有让师父 节目 我就没当回事 没当回事了 没当回事来了吧 来了 我跟你说 你只要梦中看见师父 来给你加持啊 或者给你 怎么样 就是一般的都是 叫你 要克服过去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最近我就是 因为在申请那个身份嘛 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呢 我有问到 就是说我身份下来了 那个人跟我讲 他说是因为你是念经的关系 所以你身份下来了 嗯 然后旁边一个人还问 他是申请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他说因为他是念经的 然后之后那个人说 你怎么看出他的身份下来了 嗯 然后他说他给了一份文件 说写在第十二页 嗯 然后呢 我就是我的那个护照 还换成了英文的 我跟我先生又回到了观音堂 因为当时观音堂在半天 然后他们一个拜见都没有了 就很不好的拜见 我都刻不下去头 然后旁边的师兄说 你必须拜到底 呃 去申请吧 因为现在这份还是申请中 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呀 嗯 哦 那让我拜到底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的曾经问题啊 呃 也是讲到一门津津的问题 啊 啊 我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嗯 感谢师傅 师傅你要多多加说 我最近事情实在太多了 有时候一个小评师走路一般的 啊 你知道就好了 啊 小评师走路 我告诉你的 脑子不清楚啊 糊涂啊 做人的事情啊 以为就是对的 你以为做人的事情就对的 人贪嗔痴慢疑都对不了 人这么自私对不了 不对 不对 好了 对 对 很多很多业障很深 忏悔 嗯 好吧 好 感谢师傅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 呃 2020年翻太岁小房子 如果年龄小于27岁 是每日念27章 还是根据新开始 念和岁数相等的小房子呢 都可以的呀 多念一点 总是好的 至少说 最少要念到 念到自己的那个 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 感谢师傅 师傅啊 最后一个同修 他最近在买房子 他送 能不能用他的地址证号码 作为车牌号码 不好 嗯 哦 不好 好的 好 感谢师傅开始 好 感谢师傅 师傅 今天就问到这里 我们自己也自己背 好 一同师傅 12月8号 没办法会 圆满成功 管真有缘 感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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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点呐 嘴巴这么会讲 那么多度人呐 不要积极呱呱 整天讲人间的是非啊 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听不懂啊 啊 明白了 好了 一定 你好 读了 真是师傅 学会学习 嗯 再见 啊 师傅 再见 嗯 喂 你好 哦 喂 师傅 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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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 从2016年开始 我们每年的冬至到年初三期间 可以每次念证三波的网纤咒 每波是49到108片 一波作为功课 两波作为自修经文 这样可以很好的消除业障 那今年的冬至也马上到了 我们可以这样念吗 可以的 嗯 哦 好 李佛不要念太多啊 李佛 哦 哦 好的 李佛 那李佛有 要最多念几遍 李佛 你一天不能超过七遍的 还是这样的 哦 好 感恩师傅 除了有大的节日里边 这是菩萨的节日里边 哦 好的 嗯 嗯 下一个问题 是 同修有一个红色的床单 上面的图案是 金色圆圈 中间有一个幅字 还有像铜钱的图案 像这种床单 能够铺在床上吗 风水上有个什么说法 上面是什么 床单上 呃 床单上是有个金色的圆圈 然后中间有个幅字 还有个像铜钱一样的图案 应该没问题的 嗯 哦 好 感恩师傅 以后嘛 以后嘛 最好嘛 不要 不要有这种 床单嘛 也不要有太花花悄悄的字啊 什么东西 是不是太好 哦 就是干净一点的 对啊 因为 因为符啊 画符 画符嘛 就是画字啊 嗯 哦 原来是这样 哦 好的 感恩师傅 只得开水 哦 还有同修 当地的观音堂要搬迁 请问整理收拾佛台上的大杯水杯 还有油灯 香炉等佛具 是先请下来 是先请下来洗干净 红布好放起来 还是说先请下来收好 等半天后放新活台的时候 再洗干净放上去 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如理如法 你后面一种比较严谨呀 菩萨很喜欢呀 哦 因为你用心在爱护呀 听得懂吗 哦 好的 好的 当然师傅 开始 然后还有一个 是一位六岁的小佛子 每天跟着家人念经 他问学佛念经的人 最后会成什么样 同修想问他怎样回答 才能让六岁的小孩子理解 你说学佛念经的人会怎么样 第一不生病 第二不发脾气 第三整天嘻嘻开开心心的 嘻嘻哈哈的很开心 第四从来不记人家仇的 你问他小朋友 吵架 人家记他仇他难过吗 你记别人恨难过吗 你这些不能诱导 诱儿教育 你不能开始先做起来的 哦 对对 是的 好 当然师傅 直备开始 还有同修梦到 另一个同修去他家 做梦人的家里 蹦出来好几条鲸鱼 对方说把鱼放生吧 对方同修走的时候 说要做梦人家里的碗 于是就拿走了两个碗 请师傅解梦 做梦做到什么 呃就是同有另外一个同修到同修家里去 然后然后他他家里蹦出来好几条鲸鱼 对方就说把鱼放生吧 然后然后又做梦 活着什么了 活着什么了 呃梦里是鲸鱼是说笨起来的 呃那就好的呀 应该有利益的呀 哦 但是他如果 他如果经受不起考验 把那个碗里面把鱼鲸鱼煮了吃了 他就是梦考不过呀 哦 意念当中如果想把这个鱼煮了吃了 也是梦考不过呀 呃是的 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同修去他家里嘛 然后这个他家里的碗被拿走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梦到 家里的碗被拿走了 要有要当心了 虽然有利益 最后拿不到 哦 好的好的 感觉是我紫围开始 呃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关于已婚 已婚人是梦里又结婚 以下贵那是否正确 第一个解释是说 如果梦里 适合其他人结婚 说明现在的婚姻有冤结 要特别当心 要多念经化解 然后第二个解释是说 如果梦里结婚的对象是现在的丈夫或妻子 就说明两人本来要离婚的 现在念经后已经化解了 是这样吗 你就不要讲他们的好了 直接问我们就好了吗 哦 对 你已经问我了 你还要把他们两个观点讲出来干嘛了 他们讲出来 总归是师父讲的对的了 哦 对不起师父 接地瓜拉讲了一大堆 我血压都高了 我根本听不懂你讲的 他们两个什么意思 你就告诉我这梦怎么讲啊 就是已婚人是他梦里又结婚了 很简单了 已婚人是是活着吧 活着的 活着的 已婚人是又结婚了吗 就是有两种 一种嘛 就是他的未来可能会离婚再结婚 哦 还有一种就是他过节呀 哦 那是 那是什么节呢 就是他两个人感情节呀 本来会离掉的呀 哦 啊 他有他有新的女人的话 再结婚的话 说明他老的女人 把他赶 就跟他拜拜了呀 哦 好的 那如果梦里和其他人结婚和 还是说和自己的 呃 妻子或丈夫又结婚了 这有什么区别吗 听不懂啊 啊 就是就是 如果梦里是和其他人结婚 是什么意思 跟其他人结婚了就很简单了 就刚才讲了呀 一个不跟他老婆拜拜了呀 以后 哦 那那他又梦到 就是又有些人会梦到 他的结婚对象是现代的丈夫或妻子 什么叫现代的啦 现在的 就是他 他又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梦里又结婚了 哦 又结婚了 那两个人从归于好呀 这是真的呀 哦 除非他想离开过他老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自备开始 嗯 再一个问题是 同秋梦见在海底开车 海底居然有白白的雪 吐在地上 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懂啊 龙王老爷的地方呀 也有路的呀 哦 当然有路的啦 哦 好的 当然师父 自备开始 还有就是同秋想问去上坟的时候 在墓地可以轻轻放百人大悲咒吗 会不会惹事 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自己不要影响到别人呢 自己听了就好了 哦 好的 当然师父 自己念经不更好 哦 那那是念什么经 念经呀 念大悲咒呀 轻轻的念呀 好的 感恩师父 自备开始 嗯 还有同秋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对他说 因为坟上有各种各样宗教信仰的人 你看百人大合唱的话 有些 有些是其他宗教的呢 你都不知道啊 你不要惹事啊 你要听不你自己听 要念不自己念呀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自备开始 嗯 还有一个梦境 是同秋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里 对他说 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 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灵性 你的灵性有十多个 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 这个梦是说明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金者 还是给房子的药金者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 我重新说一下 同秋梦到一个女的到他家里 对他说 你和你儿子为什么身体都不好 因为你家房子的周围有很多灵性 你的灵性有十多个 你儿子的灵性也有十多个 这个梦是说明 小房子要给自己和儿子的药金者 还是给房子的药金者 就是啊 给房子药金者 给他的药金者都一样啊 十几个是冲他来的 十几个冲他儿子来的呀 哦是这样 那么就好了 哦好了 但是师父 得开始 还有一个问题是 店铺如果挂中的话 是挂在进门右边还是左边 店铺啊 嗯 挂中啊 对 风水上 风水是上来讲嘛 最好是中因为是属阴的呀 嗯 挂在右边呀 不要挂在左边呀 哦好的 左为上呀 右为下呀 上就是属阳呀 下面就属阴呀 嗯 好的 嗯 那挂中 你讲给我听听 为什么中是属阴的啦 因为 人家说送中的话 就是中 是同一个阴 还会编呢 哈哈哈 对不起 我问你呀 嗯 我问你呀 你想想看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吧 一个大钟放在很大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属阴了呀 哦 因为时间它是流逝的呀 哦 少一天一天少了呀 没有了呀 没有是不是属阴的啦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为什么手表要藏在里边呢 有谁手表戴在额头上的了 没有人戴在额头上 可以的呀 你戴好了 属阴的呀 时间它会流逝 它是属阴的 所以要藏起来 哦好的 原来是这样 实现学到知识 那那钟可以挂在大背后的旁边吗 如果属阴的话 这都没关系的 大背后它属阳的嘛 哦 那挂钟挂在进门对面的位置好不好呢 跑进来一进来就看见钟的话 就等于对客人不好呀 把人家赶走呀 哦原来是这样 过去古时候 人家家里对门不能放钟的呀 一进门就看钟嘛 就叫人家注意时间 哦 你看看只有单位里才挂这个钟呢 你迟到了 你早退了 你说礼貌不了 哦对 哦对 哦但是只得一开始 呃还有一个问题是 同桌梦仙坐在椅子上念礼佛大忏悔文 同时在椅子上大便 请师父解梦 宵夜宵得太惨了一点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场宵夜也不能这么消法吧 影响公众了 卫生了 哈哈哈哈 是的 哦好 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一位师兄家要设佛台 做好的新佛台布 师兄放洗衣机里面洗了 这个佛台布还能用吗 放洗衣机里洗的 对 就是佛台上的布 啊 没什么呀 哦 那还是能用的对吧 对啊 哦好 感恩师父 吃杯开水 呃师父我能念一个风响吗 讲吧 哦好 就是有一位新童修在学佛前 他的妻子被查出乳腺来扩散 甘来晚吃 还有四个淋巴结病变 而且癌细胞扩散的非常严重 甘部的70%都是癌细胞 只剩下30%的正常细胞 第一家医院表示 他们没有能力接手这个病 就建议他们回家 从手不想放弃 转去市里的大医院 医生安排妻子做化疗 可是化疗后 往来就身体很差的妻子情况 开始急剧恶化 发烧时不下咽 甘部肿瘤也开始生痛 还重传了腹泻 身心受着巨大的折磨 化疗八天后 医生说放弃治疗 让他们回家等待生命的结束 说妻子只能过一到两天 甚至可能在回家的途中就会死亡 好在他们还是安全到家了 但当时妻子已经阴阴一息 全部整个口腔以及喉咙全部被 你知道吗 有些病就是这样的呀 治疗了不好会激活的 就燃势汹汹一下子就突然间很厉害 然后他咽口水都疼 喉咙里还总是有痰 而且还不能躺下 一躺下就呼吸困难 还不停的腹泻 指都指不住 后来同修的爱二姑 给他发了一个心灵法门的链接 同修起初并不是很相信 但他还是打算试试看 接着又联系到了同城的同修们 同修们也积极施以援手 照料他们怎样念经 帮助他们放生 给同修妻子送大杯水喝 直到妻子许愿吃素 十天不到 妻子就开始是奇迹般的好转 同修都被妻子恢复的速度给惊讶到了 本来一个在病床上咽咽一息 医生说只能活一两天的人 开始能进食 能走路 到现在已经能做饭和洗衣服 基本的生活体局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 恢复正常 寒细胞在不断缩小 妻子现在坚持念经 情况在更加不断的好转 观勋菩萨真的是大 大杯有求必用 感恩观勋菩萨 感恩师父 这么好的灵验故事 要叫他到法会上去讲啊 他有功德的 是的 而且而且叫他不能停的 他一退转马上复发 对对对 听得懂了吗 是的 好的 那师父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把电话号码写在红指上 贴在电门 电门牌的扁上会影响生意吗 把什么东西啊 电话号码 贴在红指上 写在门边上 贴在电门牌的扁上 干嘛啦什么电话啦 就是可能他们店里的联系电话 那可以的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 哦好 感恩师父 自备开始 我经常问起就问到 好 再见 请师父保重身体 我告诉你 这种菩萨救下来的人 你一定要叫他做功德的 要叫他健身说法的 不健身说法复发就麻烦了 走人的 是的 是的 所以很多上次有一个人就是的 他以为是医生搞错了 后来 开始的时候自己许愿放生念经 等到好了之后 他说医生搞错了 好来复发了 哦是的 就是 就是 就是同时候一定要坚持下去 其实菩萨只是 给他们一个像担保一样 对了 给你一个担保 把你假设出来的 对 你还是要看你直修之后 你就好了吗 你假设没问题 就放 真的是释放了呀 哦 是的 是的 好了 感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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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 喂 哦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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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安 啊 师傅 啊 一个 有几个问题 请知道师傅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问过 你这个电话 你这个电话 今天有杂音啊 你稍微嘴巴 是吗 嘴巴离远一点 杂音很重 有杂音 现在好了吗 差不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问题 我到外面去的 不是啊 傻姑娘啊 是电话 电流问题啊 你这个电话 可能要换了吧 电话要换了 好的 那我们让他换电话吧 今天好点吧 我们观察就屏地比较厉害 可能信号就比较杂 嗯 现在好点了 还是老样子 还是老样子啊 那我先问吧 师傅 尽量讲清楚一点 我不知道这个梦 他刚才有没有 事先打进来 问过 就是有个 事先梦见 嗯 另外一个 身上有个病 这个灵性 已经让那个人 变得很坏 并且有计划的 去害人 啊 有段时间就走偏了 再后来 那个事先醒悟了 听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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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咋办 你这会 你这会再打打看了 嗯 啊 现在还是听不清楚 是吗 哎 他整个这是 咕啊咕啊咕啊 很吵的 嗯 那 哎呦 怎么办呢 那个 那我问另外一个 你简单点的 你看 师傅 你看到 不能听得见 就有一个 同学家里有 说 那两米的树 已经死了很久了 他问 已经死了半年了 他问 如果要砍掉的话 还需要念经吗 总归要念的 还是要念是吧 对 他 树有根 水有缘呀 他有 虽然死掉 树死了 但是根还在呀 哦 那要念多少呀 还需要那个 像现在嘛 你最好嘛 一棵树嘛 给他念个七张咯 嗯 啊 一棵树念七张 那如果是这样呢 他在家里 还有个孕妇呢 快生了 那是不是要 想不想呀 什么东西呀 听不清楚啊 家里有个孕 有一个孕妇 快要生产 了 快生孩子了 嗯 要等等吗 就是砍那个树木啊 嗯 对呀 要等生好 那当然了 现在先不要动 哦 明白了 明白 好的 师傅 再会再打 再会再打吧 听不清楚 好的 嗯 感恩师傅 哎 烂电话们 换换掉了 好了 烂电话 换掉 好的 拜拜 好 谢谢师傅 拜拜 喂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师傅 你好 弟子给您请安 哎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哎呦 现在师傅的变化是越来越难打了 现在 对啊 哎 感恩师傅 今天弟子呢 分享一个同修的分享 请师傅听一下 感恩师傅 感恩大大辈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再次分享一下 我先生最近经历的生死瞬间 我是来自山东的同修 已经修行两年 吃悬素 我的先生上午开车在高速路上 病倒时被一辆大货车追尾 整个车被撞烂了 车上的两个人都完好无损 真的太神奇了 当时车被撞上后 转了好几圈 又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 交警看了监控路向后 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这种情况人怎么都得重伤 而且如果后面再来一辆车追尾的话 整个后果不堪设想 万幸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太感恩了 真的只要虔诚的许愿念经放生 修心修行 菩萨妈妈时刻在我和我家人身边 忽悠着我们 以上是我宣伤的真实经历 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 感恩大四大卫的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如分享的如不如理不如法 请荣天护法菩萨原谅 请师父原谅 像他这种情况吗 就是菩萨给他挡了呀 是师父 这种事情很多的 现在有很多天空录像都拍出来 拍有时候拍得出 有一个白衣白衣的影子 像个人一样出来帮人家挡一下 真的是非常感恩菩萨 一直保护着我们 感恩师父 今天师父今天弟子呢 没有多少问题 只有两个小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师父就是我们给同修设佛台 他家里呢 本来有一个小佛台 供奉的也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给同修设好新菩萨以后 把小佛台的菩萨 请到我们的那个新菩萨上面 还需要念777吗 小佛台请到大佛台啊 对师父 不一定的 在一个家里就没关系了 在一个家里就没有关系 就是在旁边那个小佛台 然后请到旁边 我们设置的大佛台上 应该没关系 应该没关系 好的师父 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同修家种的树 已经死亡了 我们把它拿掉 需要怎么做 刚刚有人问过了 有人问过了 没问清楚 刚刚刚他问了 因为听不清楚 师父是这样 就是同修家 这就刚刚已经讲了 叫他念 叫他念念什么呢 念这个 也是要念七张一棵树的 而且对家里 他可能家里有孕妇啊 不能不能动 不能动 那如果是 师父就是 就是说 这个树呢 是活的呢 也需要就是七张 对吧 活的不一定 活的不止了 二十一张 活的就是二十一张了 好的师父 那师父 今天跟您再讲一下 就是这两天 做了一个梦境 特别真实 就是跟师父分享一下 因为是在梦中中吧 对吧 弟子都要往前走 突然之间不知道哪里 就一到能量 突然就击中了弟子 然后呢 就是感觉就像 身体就失去了控制权一样 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关了起来 被拉到深深的 就是说身体的里子内部 而且嘛 就是我感觉外部 就是说我这身体 对吧 就好像就是喝醉酒的一样 不受别人控制 就像是得了神经病一样 然后呢 弟子马上就说 那个 呃 这怎么说呢 就是 那个 那个 马上就是 反抗 对 第一是反抗 第二呢 马上就是调整心境 不要慌 不要慌 就观世音菩萨保佑 然后那个时候 对吧 连经文都想不起来 然后呢 我马上呢 就是把心放进 然后呢 马上想起经文来 经文刚读了 三句话吧 一股能量 啪 就把那个 那种东西就给弹住 把我身体弹住去了 弹住之后嘛 我就马上恢复动控制权 然后我一出来一看 我说 哎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他就跑掉了 师傅 你被灵性轻生了 是师傅 灵性上你生了 结果被你弹出来了 对对 你很厉害 如果灵性上生 你就是个神经病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听得懂师傅 那感觉特别 听说就感觉 就是师傅帮那些 那个看毒疼 灵性 就是说那些 同修治疗一样 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的本灵嘛 都知道 但是呢 也说不出来 就被控制住了 师傅说 你要读多少张小咱们 给他们 然后呢 他们一开心 一走掉之后 马上就恢复正常 真的是 灵性走掉了 就哎呀 没几个人懂的 所以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自己真的 很可怜 所以要好好的 珍惜师傅啊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讲多少年 等到自己碰到了 你才相信师傅啊 多可怜呢 是的师傅 因为弟子感受 特别清楚 就跟师傅 就是师傅 帮他们治病一样 只要灵性一走开 马上身体就会得到自己的控制 然后呢 就是正常人一样了 如果就是说 一直灵性在身上的话 就像我刚才 就是说那梦中一样 被人控制 想 想挣扎都挣扎不出来的 啊 就是这样的呀 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了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现在呢 弟子的太太已经怀孕 明天呢 就35周了 然后呢 等到师傅法会结束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的那个 就是 孩子可以出生了 最生产的师傅 感恩师傅 请师傅稍等一下 嗯 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 关心菩萨 请安 哈哈哈哈 嗯 祝师傅 下个月法会也蛮成功 感恩师傅 感恩关心菩萨 一直加持我 请师傅 保重好身体 啊 你自己情绪要保持好 如果你情绪不好的话呢 孩子以后 也会很 很闹的 明白吗 OK 明白明白 但是你也不能压抑 他压抑的话 孩子以后也很容易忧郁 听得懂吧 OK 所以要心情要开心 要化解 明白了吗 OK 好了 明白 thank you 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 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傅 自在加持 师傅再见 师傅您保重好身体 喂你好 喂师傅好 你好 喂 喂 喂 师傅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谢谢 对不起啊 有点紧张 嗯 那个 今天同修科技 让各自背 不让师傅飞 这就几个问题 请让师傅请教 恩就是有同修 他做那个帖子链接 然后那个帖子里边 都是心理法门的内容 他花了很长时间 整理出来的 嗯 然后他帖子下面 有他的那个 个人联系方式 嗯 然后别的同修呢 把他整理的内容 复制走了 把下面的联系方式 换成自己的 他这种做法可以吗 就是别的同修 就换成自己联系方式 等于是别人看 这个帖子 就是加这个第二个同修 要特别当心 好吧 啊 当心什么呀 当心呢 就是说因为 现在很多人用人家的电话 用人家的信息啊 所以所以不要把私人的电话 随便发在上面 哦 对 他们家的一般都是微信号 因为他就是那个 第一个整理的事情 就是就第二个换联系方式的同修 他就想自己把别人整理好的东西 自己复制一下 就拿走了 这样算不算抽到啊 不是 不是 啊 越来越来越多人去看 很多人去转发 包括别人 就是复制完了再去转发他整理的内容 就第一个人也是有很大的功德的 对吗 是啊 哦 好的 好的 咱师傅开始 呃 另一个问题就是 呃 师傅讲过 尊师重道是大愿 那我们拜菩萨说 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 今生一定一门精进 呃 尊师重道 其实呢 我告诉你 我 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其实你要是许个愿 说尊师重道的话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呀 你要是许个尊师重道的愿 那是个大愿呢 可以把很多人的身体啊 处于很危险的地方 他都能用这个愿力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哦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 不会用呀 所以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哦 那个之前那个法会长 您说过那个 许愿清修的话呢 可以需要百分 三分之一的业障 那这个许愿 尊师重道的话 有没有那个大概的概念 哦 也差不多 差不多 比他还大呢 哦 因为你要知道尊师重道的话 你想想看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尊重你的老师 你是不是学习就学得更好啊 是的 是的 你如果你今天学佛 你跟着师父 你连师父都不承认 你说你这个佛法白学了吧 对 你说 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 你告诉我 大的 非常大 就是等于比方说 你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皈依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说你尊重观世音菩萨 尊师重道 你说这个功德大不大 大的 好了 还不懂啊 如果你不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 是不是已经自己已经懈怠了 那你说你还有什么功德了 什么功德都没了 变成福德了 哦 现在知道尊师重道 为什么这么重要 现在很多人不尊师重道 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 吃大亏的 很多人都出大事了 知道吗 哦 就是因为尊师重道 做的不够 你说呢 是的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你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 你妈妈从小 含辛 孤苦的把你养大 你说你不尊重自己的母亲 不尊重自己的爸爸 不尊重自己的妈妈 你是不是也是不尊师重道一样啊 是的 你不尊重孝道 没有孝道的话 跟跟尊师重道一样的概念 但是尊师重道 更比孝道还要厉害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所以很多人不懂啊 你要是实在没愿许 许的话 你还是跟着师父 很尊重师父的话 你这个愿力 就会给消掉你很多业障的 好的 好的 那如果我们许愿尊师重道的话 就生活中要注意什么呢 那第一呢 不能怀疑师父啊 对师父要尊敬啊 师父讲的东西先好好学啊 理解的 先要自己也很开心啊 不理解的 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啊 师父是不是讲的对啊 你至少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时候读书 老师讲的东西你要听了 要的 老师跟你上课 你什么都怀疑啊 你说这个同学还学得好不了 还上这好课不了 学不好 好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个比如说有一次 就是在 有一次看到那个 您初三弟子开市 然后 下边有师兄 他坐着说 就坐姿坐姿 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 当时看觉挺便宜的 他像这种 他就是 如果他是弟子的话 是不是也属于他 不尊师重道了 对了 如果他有益的 那就是不尊师重道 如果他不益的 那么他要好好教育他 如果教育过之后又忘了 那就是不尊师重道了 哦 对 我看到那个东方台师兄啊 只要师父就是一过来 然后呢 东方台师兄都是鞠躬 去到九十度 非常非常的 虔诚就看到他们 在尊师重道 做得非常 对啊 你过去 你想想看过去 过去学堂里面的 小同学 看见老师过来了 也是这么鞠躬的呀 尊重呀 对 你说对人家鞠躬的话 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东西啊 是是 你不要说老师了 你就是到 到饭馆里面去 你从服务员客气一点 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 你或者从厨师好一点 你从你老婆鞠躬 你老婆说不定 把你烧的菜都更好吃啊 这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 你好的 不要磕头就是了 一磕头嘛 人家就帮你背了呀 哦 好的好的 那个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啊 比如同修修得很好 让师父很开心 很欣慰 那是不是同修 他就 这个就有功德了 哦呦 大量的加持哦 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 特别满意的话 你想想看 这个不是 尊师重道问题了 这是 这是法喜充满的 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 你说看能不加持吧 你告诉我呀 哦 是的 是的 嗯 好的 那同样就是说 如果说 有时候您可能这孩子不听话 您训斥他 然后呢 他不接受 然后或者说让他做一些事情 让您很不开心 他这个就会有业障 对吗 你说呢 如果一个老师跟一个同学说 叫他好好的 他就不好好的 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缺点呢 有没有业障啊 有 有 嗯 好的好的 那个刚才您提到就是夫妻之间 比如跟夫妻鞠躬什么的 就这个其实就讲那个夫妻相敬如宾 嗯 师父 用不着鞠躬 用不着鞠躬 过去古时候是鞠躬的 现在呢 相敬如宾就好了 你尊重他 他给你做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谢谢 你一定要谢谢 不管谁跟我做件什么事情 师父都要谢谢的呀 哦 对 你就是要尊重别人心中要这个感恩心 对啊 你几岁啊 三岁啊 只有 哦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人 他提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的问题 从小就应该懂的问题啊 哦 好的 明白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 那个 接下来有一个那个 好像是您的法身开示 请您 验证一下 然后这个事情呢 是有个前提 就是某个公修组的有位同修 公修组的师兄花了很多精力培养他 让他从初学者到红法精英 他本来是专职红法 他经济困难的时候呢 公修组师兄还会给予他帮助 最近他突然改变心意 恋爱了 准备结婚 一旦他结婚生子 大半精力都会在家庭和事业上 红法精力肯定会减少很多 然后公修组的一位 A师兄对他的选择非常难过 感觉很遗憾 然后A师兄接到了 好像是师父的您的法身开示 然后呢 开始如下 对于一个不开悟的人 会想两者皆拥有 怎么可能 你告诉我 必须要取舍 学佛学法 为了什么 你告诉我 为了超脱流道 而你明白 你却做不到 那没办法 人间的事情也得做 佛法的事物也想管 不可能的 现在他没有这个福气 有些人的确可以兼顾两样一体 但是那也是人家前世基福 基德的福报 一般人是不会有这个福气的 你去看好了 他如果选择了婚姻和家庭 就面临着烦恼接踵而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 处理佛法上的事物可以紧紧有条 处理家庭就会全是烦恼了 没办法的 谁让你出生在人间呢 法师也是人 人家有境界 人家为了超脱而牺牲自己的小家 去融入大家 这就是法师 这就是境界 人生面临着很多选择 有的人选对了 就一步登天 有的人选错了 就一臭万年 人生就是轮回 转来转去 出不去就是一个漩涡 能够走出来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为什么师父说 修佛者千千万 成佛者一两个呢 不是所有人闻到佛法 修了就一定成菩萨成佛的 都是命 都是自己的觉悟 自己悟性不好 自己悟性不高 来历又不好 今生闻到佛法 本应该珍惜 而不应该为了儿女私情 而放弃佛法 放弃的不是佛法 而是自己的惠命 不光你觉得可怜可惜 佛菩萨何尝不是如此 用心培养的弘法精英 最后却因为感情的因果 而选择另外一条路 菩萨也觉得很可惜了 他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 会觉得自己还是继续学佛 以后也是要度人设佛台的 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大家对他的选择 这样忧心忡忡呢 却也没有用了 心都不在这儿了 已经想到美好的未来了 说再多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组织好自己的团队 重新培养新人 好好弘法度人就好了 不要难过 一切随缘 心里平静一点 没有什么的 不是还有弟子背叛师父吗 师父也是心里难过 不过难过难过就过去了 就没有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我们不能干涉人家 人家学佛也好 不学佛也好 我们都是随喜你 赞叹你 心中无私天地宽 没什么 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到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修成菩萨没那么简单的 你以为你学佛了 你是弟子了 你就能修成了吗 弘法的路是艰辛的 是不容易的 学佛的人多了 有一点困难 磨难就退缩的人 数不胜数 你都能救吗 你都去可怜他们 带着他们吗 你有这个能力吗 而且自己修成修不成 都不知道呢 你还在这儿 夜夜挨次仇的不得了 有用吗 你也为成菩萨这么简单的 念念经就修成了 历里佛台就业障没有了 全是一步一步靠行的 不去做怎么能行 想当菩萨不走出去怎么能行 如果今天师父我 坐在电台里喝着茶水 打电话渡人 不出去能行吗 不靠师父的情愿 去做 去开法会能行吗 只靠着在家渡几个人 你们差老远了 还为别人操心犯愁 想想自己怎么把自己修上来吧 人间一切不可得 都是假的 都是空的 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时 一切都是发心最重要 发心大 则功德也大 师父走了 请师父开示 哇 这个人很厉害啊 哎呦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是 他接到的是师父的开示啊 对 那个口气 都是师父的平时说话方式 全部都是的 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啊 他还记得下来啊 这个可以发出来的 这个是绝对是师父的开示啊 好的好的 感恩 感恩师父 那针对这个有几个问题 就有的人他红法事情做得非常好 但人间的事情却不擅长 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他注定是要红法 是这个吗 有的人天上下来的呀 他红法就好呀 有的人是投人 溜到轮回上来的 他就算闻到佛法 只是前世 多少世当中 曾经有过 佛法的这种理念啊 或者怎么样啊 哦 那是不是说 比如他是人道来的 他可能之前也在人道 因为经历的人道 对人道的事情比较顺手 所以就是在轮回中 他做人道的事情很顺利 对啊 对啊 哦 那如果有的人 天上下来了 本身应该福报是很大的 为什么就人间的事情 感觉就做不好呢 就比如工作也不顺利呀 很简单了 他天上下来 你当然在人间不顺利了 你想想看 天上多顺啊 想干嘛就干嘛 你跑到人间来 你到这个环境不一样了呀 对 你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这么可爱 这么天真 这么纯洁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说慢慢长大到社会上 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吗 不可以 被人家打就打死了 是 听懂吗 哦 明白 人家排挤都排挤死了 好的好的 好感恩师父 那像比如像那个 想结婚的同修 那是他的缘分 他的选择 但对于想一世修成 出六道的人来说 最后还是要不断的 是不是要还要舍呀 舍掉很多东西 就是 想想看不就知道了 想想看了 你是 时间 你今天我们 我们放下好吧 把人再放第一档好吧 嗯 好吧 讲了不好听一点 狗啊 猪啊 这一类羊了 你你头来头羊 你是不是一定要生羊仔了 是 那你 那你 那你你你你你今天是人 你一定要生人的呀 对不对呀 对 那你苦 那那你如果今天是菩萨的境界 你会 会生吗 哦 对不会了 你说一个好好的一个女孩子 你看看就是弄了个肚子这么大 你看看 哎 不讲了 这种不能讲 明白 那好的 就是明白 要一学 那那那那你们为什么学学学学法师了 我不知道呀 那么那么那么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庙里边 那那么法师为什么叫叫叫要出家了 我也搞不懂了 你们你们来给我解释解释呀 因为他们是为了成佛 所以放弃了人间的事情 放弃人间小爱 人间 那么他们他们对不对了 对了 他们好 他们这样好不好了 好 那么我们人应该学好 还是学学不好了 学好吧 那么就学了 就这样 很简单咯 你说做好事累不累了 帮助别人累不累了 把你骂呀 那么你要不要做好事了 要继续做 好了 你被人骂了 你就不做好事了 对不对 有一个有一个法师 救了一只蝎子 那只蝎子扎了他手一口 结果扎了他肿起来了 人家就说了 蝎子你去救他干嘛了 你管管你什么事 你去救他干嘛了 你看他最后他还是咬你 你法师怎么讲的 对不对呀 蝎子的本质 他是喜欢咬人 对不对呀 但是我们学佛人的本质是慈悲 我们不能因为蝎子的咬人不好 来改变我们的慈悲的本性啊 对 是的 好了 就其实这个也回到那个如不动 就是我们的初心不改 你老公 你在学佛 你老公没学佛 你老公天天骂你 打你 那你不能因为 他做的不好事情 你也天天骂他 打他 对 不可以 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学佛人 我们不能打人家 人家污蔑诽谤师父 你看师父回人家不啦 有什么好回的啦 嗯 对不对呀 你是菩萨 你就不要去回人家 你是自己学佛人 他不是啊 他要骂人打人的 他是什么素质 你知道吗就好了嘛 对啊 对啊 这师父你的海洋非常好 没有 好好向你们学习呢 都是跟你们学来的 没有 我们跟师父学 感恩师父 师父辛苦了 那个像比如说 在人间有一些慈善的不好啊 他们做了很多 他给给世人做了很多舍的表法 就在尤其在钱财上 他等于是引导很多人去信佛 入佛门 但他们中很少有人 可以像师父您一样 您做慈善 也能深入佛里 让信佛的人 就是能够进一步去学佛修佛 那他们像这种 不能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问你有几个人 能够成观世音菩萨 能够成成菩萨的啦 有几个人能修上去的啦 你就问问 同样一个班级里 三十个学生 都在一个老师上课 为什么有的同学读书好 有的同学读书不好 你去问问老师呀 一个用功呀 一个不用功呀 一个开悟呀 一个不开悟呀 对对 一个人家拥有慈悲心呀 一个不肯 不肯把自己慈悲心拿出来呀 好了 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的 那像做慈善的话 是不是等于是在做入室功德 他入室功德 是不是最后就成了福报呢 他如果不好好地 把他上升到菩萨的境界 那么就是 就是 就是入室功德呀 好的 那就如果在修行中 比如说因为生病 或者有什么事情去求 然后而去放生念经 做功德 那这种他也 他算是入室功德吗 他的功德用掉了呀 他比方说他生病 或者他家里爸爸妈妈生病 他做了很多功德 是功德呀 功德没用掉了呀 用掉没了呀 哦 用掉没有嘛 功德用掉人间 那么就变成福德了呀 哦 还有一些找钱嘛 就是福德呀 嗯 好了 哦好的 那等于是像 奔着超多六道 就多多说的目标 去学佛念经 还有像法师一样 就是为了成佛 为了既然宏伟的目标 去学佛 那这种呢 就等于是就出事功德了 对了 对了 因为他不为所求啊 叫无求啊 嗯 对不对呀 无所得呀 嗯 一个叫有所得呀 哦 无所得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想去为某一个目标 去做很多事情 嗯 对不对呀 对 好的 对 有一期节目好像说就是有人梦见一搜法船上有七十多个人 后来你说可能是有七十多个人能修成 但是在更早期的有一期节目是说 三百多 对三百多个人大了莲花 就说那七十多个人是不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并不是全世界的 有可能的 现在目前我我相信 我相信这么多弟子当中三四百人应该是有的 没问题 好的好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嗯 嗯 那个现在还有一个就心理法门的很多有很多年轻的同修 他一种人呢 他是自力更生一边工作一边红法 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很少几乎不工作 靠着家里自助 他把这节省下来时间全部用来红法 对于第二种呢 就是有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可能会不会不够独立给家人造成负担 而且人生无常 万一家人或离婚或者家人早逝 那就这个不上班的人 人家已经有福气了 人家约念经家里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去讲人家这种人天天在倒霉当中的 他已经在倒霉当中了 他天天去怀疑人家家里以后出事怎么办 这种人就是没有福气的人 听得懂了吗 明白 有福气的人已经在福气中了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了 明白了 那那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你讲唯有功德才是最终上天的通关时 功德很重要 那还一个就是 如果说这个人自修 他不助人或不出去做功德 他最后生文元决道 因为他们境界高 但是功德不够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花很多精力去做功德 不注重境界修行 他最后会得到什么果位呢 福报呀 福报呀 他如果没境界的话 他怎么上去了 你就搞慈善家 下辈怎么再投个更大的钱的慈善家 有钱人 有什么用了 没用的呀 那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上天 当然就还在六道之内遇见天啊 绝对会上天的呀 这种人 你看看现在在社会上很多人做善事 做到后来 做到后来 就是说上天 上天肯定上去呀 就没出六道 有什么用了 白修了 不是吧 对是 还有下来的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他花很多精力做功德 因为他不助动心情 会不会导致就是 有时候可能烦恼了呀 看见什么事情不顺眼 导致他的功德漏了 漏了更厉害了 我告诉你 不羞心的人 看谁都讨厌的 就算你自己做了功德 你还是讨厌别人的 嗯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 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 没有境界的人 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看谁谁讨厌 就看谁什么事不顺眼 什么事都不顺眼的 对不对呀 最后看见 最最后喝的醉醺醺的 照着镜子的时候 说这里面谁呀 这么讨厌的 看见我干嘛 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傅 那像现在在做功德 那个做功德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他注重量 比如说 发单子要多发 建群了呢 就是谁 就是多 这群里边人一定要越来越多 还有一种呢 是注重制 就是说发单子 我这个人转进去 我跟他讲 我念也少发点 我花点精力 跟这个人专注于这个人身上 跟他多讲点 让他能够更好地了解法门 在建群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人 对心灵法门有一点 起码有点了解之后 再进群 而不是说他讲学佛 什么都不知道 直接就把他拉进群了 对于这两种 一种是注重制 一种是注重量 有哪种更合适呢 注重量 注重制都要 没有制哪来的量 有量没有制 等于没量 听懂了吗 明白明白 那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 我就度一个度一个人 我们度一个跟进一个 然后呢 比如发书的时候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想 尽量做法 你觉得越多人 拿到越好 量当量 量变 达到四变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度一个 就跟进一个 保证他能好好的学 然后了解心灵法门 帮助他提升境界 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多了 那他处于就度人的数量 可能会稍微少一些 对啊 那这两种情况呢 就是 都可以是意思吗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你记住了量 是什么 量只是一个数量 智才是最重要的 你今天做一个是功德 和你做很多的善事 它是一个质变的 你如果今天做一个功德 就叫功德 你今天做一百个善事 叫百善 好了 只能消消你的灾 有什么用啊 那您说这个注冻智 是不是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们在注冻智 就跟这个人用心的去讲 帮他提升境界 结果如果说的真的 就学得非常好 一门精进 然后又出六道了 等于度为一个人称佛 所以这个功德也很大 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个智 是这一种 对对对对 我问你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这个人拼命做好事 那是你的量 那是你的本质不好 那你的智 那你做的好事 就质量就差很多 你就本质里面不是善良 只是一个善事 听得懂了吗 如果你这个人从本质里做 做的好事 做的善事出来的话 因为你是菩萨 你做出来全是功德 是为众生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好的 那这里就是成佛 我们说度一个人成佛 这个说他是真是成就佛的果位 还说他是只是出六道 就能算成佛呢 成佛没有看的呀 你你学佛学的 学的好的话也叫成佛呀 那就学佛学的好 这个就是说基本上 之后我们就一定能成佛的果位吗 还说是大部分人会到达 升温道 元决道 那不一定的 有果位才能到 到达升温道 元决道 没果位这么上去了 也就是说你只是学佛 还没有成佛 明白了吗 好的 那如果这辈子我们就作为人 就很精进 非常精进的去学 可能我们跟师父差的还太远了 但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怎么进去学 就是说将来大概 所谓就是能到了什么呀 不退转呀 不闲人呀 像你们啊 如果你只要不造新业的话 上天没问题的呀 任何一个人只要不造新业 上天没问题 跟着师父学 那出六道呢 出六道你必须要出来救人呀 你不出来救人的话 你不去救人的话 你出不了六道的呀 因为你单单靠你自修的话 人家要修多少事才能到了生门园权呢 像你们一事根本不可能到生门园权 靠自修根本小秤的话 你成不了的 小秤要修多少事啊 现在只有大秤的方法 才能直接出六道呀 嗯嗯 好的 明白了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那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看图同的时候呢 您一般只说同修的业障比例 从来不说大家功德做了多少 是不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要有功高我慢 然后就是还一个就是说如果 因为功德它很难计算 你当时计算了它会变掉的 因为功德时时刻刻在漏 时时刻刻在变化 比方说你刚刚做了件好事 你骂了一个人 你功德就没有了 火烧功德灵就这样 为什么你叫我看功德 就算我现在跟你说 哦你90% 你过一会儿说不定30%了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了 哦明白就变就很容易变化 太快了 无常 好的 那如果是不是说 如果说您说一个同修功德很大的话 会不会就是招来魔忌度 等于是也是为了保护同修 会的呀 你这个小鸭头很厉害的 你这小鸭头以后 相当于过去有一个男孩子经常打电话进来 你问的问题蛮深的 以后好好的 好好的研究研究 多问一点这方面的 对大家都有帮助 小鸭傻姑娘 哎 好的 但是我不是澳洲的 那个如果我会 管他呢 不是我能打通师傅 你经常打通师傅电话吗 你不是挺好的 经常不打通 我现在给你加持们就经常打通了 哦不是澳洲 不是澳洲就 不是佛友啊 你不是有分别心啊 你自己有分别心 我都没分别心啊 对不起 因为这边太远了 我这边打过来的信号太远了 很好啊 我听你很清楚啊 而且你这脚丫都脑子特灵啊 没办法了 跟你上辈子有关系的 特灵嘛就是感情不好啊 不懂啊 我知道您说过我 是的啊 好了 好 我一定注意 好的 感谢师傅 那我今天不问了 感谢师傅 师傅保证生死 好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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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